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睛之笔 还会让你拥有自信且充满灵感 横手挺胸的阔步前行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小小的一双鞋子也会影响到人的风水 它可能体现了你的过去 影响到你的现在或者是未来 因此鞋子也有小小的磁场 占据了一部分风水因素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关于鞋子的一些风水讲究 一 穿鞋子的风水禁忌 一 既不分场合穿鞋 和不同场合穿不同衣服一样 不同的场合鞋子也不同 正式场合一定要穿与你五行颜色匹配 款式匹配的鞋子 比如上班 会谈 交易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鞋子搭配 那么鞋因同鞋会给你带来不祥的结果 遭遇小人谈判失利等不请自来 另外 有些人坐着时容易把鞋脱离鞋根 类似半穿鞋 甚至有人干脆脱掉鞋子都是极端不好 不仅不礼貌 而且有损自己的气场 二 既久穿的鞋子 有些鞋子是不能老是穿在脚上 比如人自托 一些在家办公的人 或者不太需要穿正式鞋子的人 往往图方便或者偷懒 随便套上一双鞋子走动 其实这样是不利于自己的运势和健康的 对于自己的财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而且需要注意 任何鞋子都不能久穿不换 三 既穿不舒适的鞋 鞋的款式有多种 比如皮鞋 运动鞋 休闲鞋等等 民间有句俗话说 婚姻就像鞋子 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也就是说 无论哪种鞋都要考虑它的舒适度 如果经常性为了某种需要 而不顾自己双足别扭 甚至疼痛去穿 那么没准你的霉运也就悄悄到来 若是因职业等需要 牺牲自己双足的舒适度 那么也请你在非职业的时间 立即换上合适的鞋子 让自己的好运不止溜走 同时在职业时间段 佩戴相关事物 振鞋 四 既穿奇形怪状的鞋子 一些人追求新潮和史上 青睐那些奇形怪状的鞋子 一年中几乎天天穿着 或者不断变化其款式和穿法 其实这样的不利于自己运势的 五 既穿旧鞋 鞋应同鞋 如果你翻出十年前的旧鞋 或者很久以前穿过的鞋子 还有你的同事 朋友 送你一双他穿过的鞋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穿 因为旧鞋代表着过去 老是沉溺在过往 不如意的心情就会增多 旧鞋也象征破鞋 自然容易诱发不利婚姻的情势 也就是说 如果穿别人的鞋子 容易打乱自己的运势 同时在健康的角度来说 如果别人有矫气什么的 也不利于你的健康 二 通过鞋子望风水 一 通过鞋的颜色望财 自然界中的颜色有无数种 运用到鞋子上 使得鞋子的样式更是千变万化 丰富多彩 选择鞋的颜色 一来要和平常所穿的服装相搭配 二来就是与自己的八字喜愿五行相符合 比如说八字喜木火的朋友 可以选择绿色系或者红色系的鞋子 再根据服装搭配来确定深浅颜色 这样可以通过鞋子的颜色来弥补 加强命聚 从而达到注望自身运势 带动财运的作用 二通过鞋的样式旺财 随着美学和设计学的发展 鞋子的样式和风格也越来越多 有淑女风 绅士风 英伦风 彭克风 也有肩头鞋 圆头鞋 鱼嘴鞋等等 而在五行中都有其对应的图案和形状 可以根据个人八字喜愿五行对应的形状来选择鞋的样式 从而加强命局起到注望运势财运的作用 比如八字喜慕的朋友可以选择方头鞋 八字喜经的朋友可以选择圆头鞋 八字喜火的朋友可以选择肩头鞋等等 三通过鞋的材质旺财 一款好鞋要符合以下标准 轻便 舒适 合脚 透气 结实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作为足下文化承载者的鞋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好的鞋的标准大多是与材质有关的 尽量选择天然健康透气性好的材质 像棉布皮料 少用鞋人造格人造皮等材质 使鞋子采气透气自如 正如钱财一样 有蜘蛛才有更大的收入 四通过鞋的穿法旺财 鞋的作用是把脚包裹起来 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 基于这个特点鞋子也有收纳的作用 所以穿鞋时我们最好穿全包围的鞋 少穿拖鞋 一来既不会显得太过随便 二来又能把财运很好地收纳起来 五通过鞋的摆放旺财 鞋为挨土之物 我们长时间在外面行走 鞋底沾上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 回到家之后 鞋子最好是摆放在门口 让这些鞋底的东西止步于止 不要再进入 从而影响到生活 鞋子在摆放时 鞋头适合潮理 让鞋跟对着自己 这样可以预防 尖的鞋头对人造成一种煞 从而影响到运气和健康 三 鞋子的摆放遗迹 一 记鞋尖朝内 我们平时摆放鞋子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鞋尖要向下 并且朝向门外 如果实在无法朝向门外 那么也要朝向墙 鞋尖不宜向上 向室内 因为在风水学中 鞋尖是煞气所在的方位 所以不宜朝向室内和上方 向外 向下 以避害 而且摆放鞋子的时候 鞋尖向下 有利于鞋内 潮气 从鞋口散发出去 保持鞋内干燥 有利于身体健康 二 既不入柜 鞋子要入柜 不宜将不穿的鞋子 随意扔在一边 鞋子带有室外的气场 也有污秽之气 如果随意摆放 久而久之 会影响自己的运势 收纳鞋子的鞋柜高度 要适宜 不宜超过自己的肩膏 否则压自己的气场 通常来说 我们家中的鞋柜 或者鞋架 都是分层的 在放置鞋子的时候 适宜将老人和孩子的鞋子 放在上层 因为在风水学中 老人和孩子身体弱 容易受到 乌冲之气的侵扰 放在上面 离人迄近 有利于老人和孩子的运势和健康 其次 男主人的鞋 应该在女主人的鞋子上藏 因为在风水学中 男人是钱 妇人是坤 在风水学中看来 应该是乾坤相对 所以要男在上 女在下 这样更加利于双方的运势 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风水学中 都讲究五行平衡 鞋柜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鞋柜 通常以五层高为佳 因为这代表五行并存 鞋柜不宜过高 因为鞋疏土 应该脚踏实地 将鞋放得太高的话 便会影响穿着 走路时容易扭伤跌倒 而且在风水学中 鞋子代表根基 根基打得稳 有助于事业发展理想 同样道理 每层鞋柜最好摆五对鞋 以达至五行平衡的效果 三 既摆放在大门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鞋多数置于大门口 或者在门口胡乱摆放 或者放于大门口的鞋架上 但是在风水学中 门为住宅气口 为每天纳财出气之地 风水中最主要的就是气流 而如果在纳财出入气的地方 放置大量污秽发臭的鞋子 则容易导致鞋子带的污秽之气 随着大门的气流流入住宅内部 从而影响一家人的运势和财运 拥有一双好的鞋子固然重要 它可以让你的心情愉悦 无形中提升你的气质 为美丽加分 不过可别小看写字风水 一定不要让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从而影响到了自身的风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